他拿的帳單跟老婆說 老婆你這個住院子東西要三十萬 你是不是十五萬好了 這樣子的狀況難道是一個 做先生做丈夫應該做的事情嗎 我們這個題目是交往期間 你怎麼扯到離婚夫妻呢 不知道你們在讀書喔 你不要離題可不可以 我們這麼誠懇的跟你溝通 他們想要用AA制達到所謂的公平公正 這種東西公平公正 到底在一段感情裡面到底重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交往的期間 應該是以感情為我們交往的核心 而不是拿金錢來當作我們交往的前提 我們什麼東西都把它切一半對半一分 我們把帳單切二分之一 很久久了久之以後 我們回來看 就會發現我們的感情也只剩下二分之一 而且回不到原本的那個一了 再看一個狀況 為什麼我們今天交往期間不應該AA制 因為我們今天是從外人走向家人的狀況 從外人走向自己人 今天如果要同學會的話 當然要AA制 為什麼 因為同學你可能不一定會再見面了嘛 他們不是你最熟悉的人嘛 他是陌生人 所以你會跟他算得非常清楚 計較得非常 每一分美好你都會跟他計較 但今天你跟自己的家人 跟自己的爸爸 跟自己的媽媽 甚至是兄弟姐妹 你會去顧慮他們的感受 你愛他們 所以你不會去計較這麼一點 最後 他們剛才所問到的一些事情是 他們覺得這是一種習慣 這是一種 就是我們之後 可能就是一種默契 但是其實 如果你們兩邊沒有辦法達成這個默契的話 你們就到了分手的時候 這種時候 分手就是分得好 你說對半付出 對半付出 本來就是一個尊重的角度 為了將來能夠結婚 能夠更加能夠磨合 相互有經濟能力的提升 也是個建議 你說幸福 錢不重要 錢不重要的幸福 可是你跟他在錢裡面打戰 失誤產生很嚴重的矛盾 你說用愛去付出 平靜夫妻百事哀 哀什麼愛啊 哀什麼愛啊 沒有錢哀什麼愛啊 愧你徒讀台大路尊重台大 好不好 我對台大人非常尊重 對不起好不好 我們交往的過程中 更重要的是 如何讓對方感到幸福 而不是去計較那一點點的付出 舉個簡單的例子 在我右手邊是一位學長 他最近剛生了一個小寶寶 對 在他們的 做月子中 做月子中心裡面呢 小孩算是夫妻雙方共同的小孩嘛 對不對 但是 他出一份力 對對對 他們說 做的努力是都是一樣重要的 但是 在他老婆生完 這麼 那麼辛苦的生完小孩之後 他拿的帳單跟老婆說 欸老婆 你這 做月子中心 要三十萬 你這十五萬好了 這樣子的狀況 難道是一個 做先生 做丈夫 應該做的事情嗎 如果我們談感情 談每一件事情 都這麼 這麼 精進計較的付出的話 難道是一個 我們有辦法 走得長久 或走得穩固嗎 是沒有辦法的 你又離題了 我們這個題目是交往期間 你怎麼扯到離婚夫妻呢 你到底有沒有在讀書 你不要離題可不可以 我們這麼誠懇的跟你溝通 都對我們的點面沒有 我們爆了一槍幾斤就算了 是 因為我們 跟我們講話的 我們完全不相符 對 所以我希望說 小鈴呢 這個都包含下 目前是正局下空 好不好 我們來 大家舉起來